第五场 66公斤级 蓝芳 身高170公分 体重66公斤 五届乌兹别克斯坦 自由搏击冠军 02年国际武术散打比赛冠军 02年欧亚综合搏击赛冠军 英雄榜8 优势胜利 他就是蓝芳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 尼玛特 Bobo Mohamadov introducing first the fighter standing in the blue corner fighting out of Tashkent Uzbekistan Nemat Bobo Mohamadov 红防 身高172公分 体重66公斤 古典式摔销运动员出身 第三届英雄榜 优势胜利 利兵莫马再次出击 掌声献给 杨健兵 and next introducing the fighter standing in the red corner fighting out of Jiangsu China Yang Jianping 有请本场执法杜振高 有请本场执法杜振高 现在您看到的是英雄榜九 顾脚相闻比赛 现在呢已经进入到 66公斤级的选手比赛 在场上的采表是杜振高 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是一场 水准比较高的比赛 乌兹比赛斯坦的穆罕默德呢 他是现役的乌兹比赛斯坦的自由波及管军 而且呢在欧洲波及管军中取得过非常辉煌的成绩 好 第一回合 我们看到杨建平呢是两个高边 但是对方立刻的怀疑颜色 不自比赛斯坦选手 我们看他打的也是 非常的找找找找找找的 进行时效性的攻击 双方立刻就进入这种肉搏战 双方一开始进入了一种白热化的状态 杨建平这名小架呢 虽然是一个自由 是这个古典式摔跤军动员 但是他的拳法也非常的精湛 刚才这两个高边呢 应该左右开弓 应该打的也是非常的到位 拳法精湛 腿法也非常的漂亮 他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运动员 但是是古典别克这名运动员 虽然他这个从体态上呢 有点这个肌肉不是很发达 但他的绝对力量是非常大的 绝对不能小事 而且呢他又打的比较放松 是 到目前为止看他身上的肌肉 你看那些非常富于弹性 对 这名运动员从上一次打我们这英雄榜的时候就看到他的技术呢是非常全面 不愧是一个松核波机的管军 他不带着这种腿法好拳法好 而且的摔法和地面进攻呢都非常的完备 尤其他的这个中心突破的能力和呢乘胜追击的这种能力应该说呢是令人惊叹 对 而且从欧洲人来讲呢他们这种抗击打能力来讲呢相对来讲的比较强 漂亮 而且非常的老练 突变不惊 我们看这比赛中的风格是非常的鲜明 赵洁我们现在发现场上的节奏也非常有气 在场外的观众经常在喊着一些比较内涵的话 有的是在讲这个打击部位 说打对方的小腿攻击低边腿 有的在说要稳一些 不要慌 因为上来以后双方有一组激烈的拼打以后 对体力消耗也比较大 双方的这种火力的侦察 也现在也基本上找到了这种攻击点 这个杨洁明的这回 是 现在进入了一个盃子 他进入了一个盃子 他没有进了一个盃子 他没有进入到一个盃子 他没有进入了一个盃子 这次是一个盃子 这些黑风选手还是手部受伤了 他在他有一个拍电子的动作 现在请门场裁判杜振高宣布获胜者 公公生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大题目 每位精彩之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